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莲卧野千里的平原 穿山而过的明江在此稍稍放满了向东的脚步 汹涌的江水并未成为猛兽 而是将所到之处变成了天府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他 全世界最古老 唯一留存且仍旧使用的水利工程 也是因为水利工程 这片土地才孕育出了多彩的生命 在这众多精彩的生命中 又偏偏是黑与白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全世界的关注下 此物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几乎什么也不做 这尊似乎领悟了 无为无不为的黑白之躯 应该是从隔壁道家学了点皮嘛 中华文化有居庙堂之高的博大 也有处江湖之远的深邃 道文化为江湖之远指出了方向 所谓道既是玄之又玄 也是大道之简 如同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既难以言状又清晰可见 这就是多江湮 也是我认识的美丽中国